自於說那個什麼第二級第三級那個 這個我要很抱歉 我還是科學我們還是科學家你知道 我們還是一圈的教授你知道 我們實在是沒有辦法支持 目前中央的很多說法 一談到中央政府的疫苗政策 台北市長柯文哲還是有很多的怨言 他強調自己也支持本土生技產業 也認為國產疫苗也是國防地區的東西 但是以目前台灣本土疫情狀況 以雙北地區作為嚴重 加上高低開通之後 台灣早已成為一日生活圈 一旦雙北地區疫情沒有控制住 就會往其他縣市擴散 他強烈建議中央政府 應該以圍堵施打疫苗方式 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 國際上有認證的疫苗 價格也不是說太離譜 能打就先打一些 至少先打一下 特別是現在還在雙北地區 還沒擴散到台灣這個地區 如果在這個地方疫苗一打 至少他先封住 所以與其搞到全台灣片地封火 你知道 其實應該在現階段就 如果被打疫苗 一個地方先把它圍堵起來 先撲滅掉一部分 這恐怕是比較正確的做法 臺北市長何文哲會如此有感發 並不是沒有道理 因為中央從3個月15號 宣布雙北實施三級警戒 結果已在19號 同步跟進提升警戒 雙北幾乎處於半荒城狀態 早已嚴重威脅到整個全台的經濟 如果中央沒有採取有效或果決的疫苗施打政策 現實真的會如客廠所講的 未來餓死的未比病死還多 多項控測措施也開始考驗了能源耐心 從幾個交通數據也顯示 臺北市最近幾天的交通流量 也從前兩個禮拜幾乎空成無人 最近則是一些人潮和車潮也逐漸出現 這樣鬆懈也直接反映在臺北市的疫情上面 臺北市今天新增病例 並沒有如預期繼續往下跌 反而新增152例確診 比昨天新增87例多出了65例 確診數也達到2,950例 疫情重度僅次於新增市 我們目前整個疫情 應該叫戰況交鎖了 戰況交鎖 它有被控制下來 但是沒有消滅 它很難纏的樣子 為什麼很難纏你知道 因為它在發病前就有傳染的危險 所以就很難你知道 我們現在控制到一個程度你知道 如何更進一步 讓這個疫情要再控制下去 變成在發病前一兩天你知道 這個要去控制掉 目前臺北市政府決定 沒有症狀或輕症的確診患者 從今日起全部統一住進防疫旅館 由健康服務中心駐點進行疫調 來防堵確診病患 發病前兩天相關的接觸者 在另一方面 科學者還是希望所有生命 能夠繼續維持高度自主的能力 一旦全民放縮相關警戒 疫情確診人數可能會再度飆升 所以他希望整個臺北市 能夠以最低的社會成本撐到疫苗 可以普遍勢大 包括臺北市幾個傳統市場 也為駕駛監視器 來監視市場人流狀況 人少你才去 人多你也不用去湊熱鬧 只要有80%的市民得錯的話 你知道 我們就可以用一個最低的成本 你知道 讓整個這個疫情控制在一個程度 也沒有對這個經濟造成很大的損傷